他剛才在說的 泰國來不用有十例 但是要有兩例 那麼要來要是有奶人 不能帶那個無奶人來 那麼剛剛鍾伯有講說 他們在海巡的時候都用元首是誰啊 那些考試 我跟你講 他們在那邊很早就做功課 對啊 那麼你有沒有發覺 台灣人講閩南話 三句兩句會夾雜日語 我只靠這句 拿很多 羅賴伯 羅賴伯是日語啊 所有福建人都講這個 說羅西嘎 羅西嘎 明北人就說羅西嘎 對啊 台灣人如果請馬虎來 馬虎也日語啊 馬虎 他說拿拿拿拿拿拿不一樣啦 很細節 你待會兒吃雞子 你買兩塊那個胖有沒有 胖是麵包嘛 它是日語 又日語耶 對 所以台灣人講話三句兩句 你就會講到日語 但是閩南 福建都不會 那他們講他們說胖說什麼 米包 你說米包喔 好不順喔 好饒舌喔 那麼剛剛慧敏你在講的 我們抓到26位是偷渡不成功的 但是有沒有成功的 有 那叫陶藝嘛 陶藝外勞啊 陶藝的偷渡客啊 那這些陶藝了以後 如果這個 這個 請他的時候 你想一想 這個工資這麼便宜 我老闆敢不敢講出去 不敢 聽他講嘛 對 那所以說我們透過各種的資訊 跟情報 了解應該在哪個牧場 幫他掛木草 餓乳牛 有沒有 然後我們那個長官就很聰明的 他找女警 我們兩個這樣搭配 然後 他說你去買水果買那個水果禮盒 我買吃禮盒 還帶現金 他拿兩本嘛 二十萬 然後跟老闆講說 老闆老闆我福建 有一個頂的在你這裡 他說這水果 他說在你這裡 你祝他照顧 這水果給你這裡 我今年有缺錢 想要拿來迎他 又來了 又是這一招 還錢招數 對 人看到錢眼睛就亮了 啊呦呦 一直要不要當了 就這樣 你看 所以有時候 我剛剛講的 我們抓到二十幾位是逃逸的 而且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們在海邊的時候那個船有沒有 搶灘的船 你知道他無限天可以喊到哪裡嗎 嗯 他也沒算命了 嗯 他也沒算命了 他也沒算命了 嗯 我們警察拿那個中三牌 中三牌 他那也叫中正牌 我們剛才在 黃鳳林第一邊到這邊 這樣發就發不了了 沒有 所以以前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我們警察拿到這個兩公的 中三牌 那我們發不了 人家也沒算命了 發就發不了他們